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四次挥手 四次挥手 四次挥手指的是什么 是断开链接的时候 我和对方建立链接了 对吧 建立链接了 那么断开链接的时候 也需要一个什么呢 就是不能说上了就断 而是需要一个就是缓冲的一种四次挥手的手段来完成链接的断开 以防数据丢失 以防数据丢失 什么意思呢 来看这张图 看这个四次挥手 我客户端这边 一般正常都是客户端这边要完数据之后就发起断开链接的请求 客户端断开链接发一个什么呢 S有FM标记的一个断开链接请求的一个数据包 这个SEQ等于X加2 这个X源于什么呢 就源于上面的 你看 第一个SX看到吗 然后这边X加1 对吧 然后这边什么呢 传输数据的过程中也X加1 是吧 而我这个呢 这个什么是不是X加2啊 就是源处的X值加2 好吧 也就是说我现在断开的链接就是基于上次那个链接要断开的 所以说这个标记数据啊 这个序列号都是什么呢 都是要对应上的啊 好吧 然后加一个ACKY等于YY加1啊 ACKY等于Y加1 就上面这个传输数据的时候这个Y加1 看这个了吗 见连接的时候最后一次确认的Y加1就是这啊 然后在这发了个什么呢 断开连接的一个请求 啊 然后服务团这边收到这个请求之后啊 给你发一个确认好 我收到了 收到了回的数据包是ACK等于一个什么 也是ACK的数据包 然后里边加有一个什么呢 ACK等于X加3 X加3是在原序列号基础上加了个3 看到吗 然后我给你回这个确认信息是告诉你 哦 你想断开链接的请求我已经收到了 确认了啊 但是你等一会儿 等会儿什么呢 等会儿我把数据都给你发完了 什么意思 你现在给我发了个请求要数据 是不是啊 我给你发着发着数据 你现在要断开链接了 好 我这边数据可能还没有发完 你呢 我先告诉你 我确认你 确认收到了 你想断开链接的请求 我先给你回一个这个 说你等着 你就会进入到一个FIN wait的一个状态 等着的状态 等什么 等我这边数据全发完 我还会再给你发一个数据包 这个服务包也是含有FIN 这种标记的数据包 然后SEQ等于Y加1 Y就是前面那个Y Y加1 好吧 然后你收到这个请求之后 你说到这个数据包之后 你就知道 哦 数据也发完了 确实可以断开链接了 但是我也要告诉你一声 OK 你跟我结束的这个包 我也确认收到了 这样的话 双方才是什么呀 和平的分手了 和平的断开链接了 OK吧 不然的话 如果说你在某一步 比如说他给你回了这个ACK 你就直接把链接断了 那他这边还有一部分数据 可能你没有收到 这部分数据就丢了 OK吗 所以说这是为了防止数据丢失 来了这么一个四次挥手的过程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面试官问说 为什么挥手要四次挥手啊 就是因为 先要什么呀 告诉客户端 我服务端已经收到了 你断开链接的请求 但是服务端的数据很有可能还没有发送完 一定要等服务端这边发送完了 服务端确认我这边的数据都已经给到你了 都已经给你发过去了 我再什么呀 服务端我再告诉你 数据发完了 你可以断开链接了 他说 然后你再说OK 确认收到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就多了一个什么 就多了一步嘛 多了一个服务端给客户端的一个什么 这个 发完数据之后 发送的一个FN 断开链接的数据包 OK吗 这是他 然后断开链接 我们也能抓得到 也能抓得到 就比如说刚才这个 我在这输入网址 跨一回车 先去建立链接 然后发送了这个网址数据 对吧 然后你给我回了这个页面 然后咱俩就干什么呢 就断开链接了 咱们俩现在就直接已经断开链接了 为什么断开链接 这是这个http协议的事 我跟大家说过 这个网址全拿下来 往这一放 它是前面有个http协议 http协议就是什么呢 它要求就是 我底层用tcp建立链接的时候 就是我现在这个请求发完了 拿到了页面之后 就给我断开链接 这是这个协议要求的 这个呢 讲这个协议的时候 我会给大家再细讲 好吧 这个你知道一下说 我发完这个请求 拿到这个页面 我们两个tcp链接就断开了 就断开了 所以说在后面能够看到什么呀 tcp断开链接的请求 断开链接的请求 比如往下看 看到fm看fim包了吗 看fim包了吗 哎 往下看啊 你看这不就是咱们这个 发送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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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网址吗 对吧 这就是我请求的那个网址吗 我们俩之间就沟通的数据吗 沟通完以后 你看你往下看 直接就看到了fim包 fim包 看了吗 他给我回了这个这个fim包 这是上一个的fim包应该是 然后下面这个这个啊 应该是这个 这个fim包 这个fim包是他发给我的 说明是上面那个请求的 上面是不是还有个htcp请求了 看是吧 是他的 是那个请求的 断开链接的那些内容啊 像不必管的 看这个啊 这个是收完数据之后 你看下面这个抓到的 这个ackey是确认包是吧 这个哎这个 这个是fim包 看见没有 我给你发了一个 我给你发了一个 需要断开链接的一个fim包 fim包里面seq等于多少 等于这个值 看见没有 这个值你往上看 看我们建立链接的时候 三次握手建立链接的时候 还能看到那个那个包吗 哎你看23 你看21了吗 你看21了吗 看23了吗 哎 还不是打好像 在哪来了 那个值 fim包 fim包 这 fim包 100932723的吧 2723 哪了2723 哎2722你看了吗 最后一次确认包 最后一次 我和你建立链接的时候 握手数据包的建立链接的 那个ackey那个包 看22 后边是6722 看了吗 6722 这有一个2723 看见了吗 2723 那我和你断开链接的时候 我先用的是什么 2723 是不是啊 2723 哎呃 然后生成个ackey的一个随机值 你看下是不是和这个一样 2723 fim包 2723 x加2啊 就是这个值啊 不一定是 就是一定就是x加2 也不一定就是x加1 就是y加1啊 为什么 就是呃 也是情况的 也是情况而定的 这个值也可能会调整 但是肯定是在这个范围内的啊 呃 我看23 2723 你是 2723 这个ackey是哪一个ackey来着 这好像是断开链接的 ackey是的 这个包呢 也不是非常的清晰啊 从这开始断开链接 这不 这个数据包 是他响应给我回来的 响应回来的数据包 然后从这开始就应该是断开链接了啊 断开链接 但是这个呢 不是不应该是他发起了 不应该是服务团那边发起的断开链接 应该是正常我这边先发起断开链接啊 你看这两个还是上面那个呢 上面这个请求的 那我们来看上面这个请求的 来看上面这个请求吧 然后他上面是不是建立三次 三次握手 然后到了他发送正常的数据包了 是不是啊 发送完之后是不是开始结束了 开始结束 开始结束 结束 结束 下边这个啊 这个应该是他结束的 你看 往上看啊 上边这个数据包是6722 对吧 下边这个数据包 103392060 这个数据包 因为这个数据包顺序啊 在维尔沙克里面 其实并不是非常的 这个顺序是很容易乱的啊 因为为什么 因为好多这个应用软件都在发这种网络请求 好吧 所以这个数据包呢 可能会有些乱套啊 而且就是 就行 乱也没关系啊 咱们看这个序列号啊 三次握手的序列号 ACK是他啊 ACK是他 然后我们用的是SEQX 用的是X SEQX 上边那个SEQX是 1001033 后边是2059 对吧 2059到这边是加了个1 加了个1 2060了 变了 然后往下边断开连接 断开连接 断开连接应该是我先发起断开连接 27 2723 看着真的是 头疼都不行 2723 1060 2723 2724 行吧 直接看四次揮手的这个数据包吧 我不对这个序列号了 我的眼睛有点废了 行 然后看这个四次握手的 四次揮手的数据包啊 这不 我先发起了一个FIN FIN包 然后SEQ等于它 ACK等于它 对吧 然后 紧接着你给我回了一个 ACK确认包 应该是一个 ACK确认包 先发了个ACK确认包 看到没有 ACK确认包 然后紧接着发了一个 给我发了一个ACK S&ACK S&ACK 不是S&的 应该是个FIN包 FIN的ACK FIN的ACK 好吧 FIN的ACK 然后我再给你回了一个ACK 这才是断开连接了 也就是这个数据包的过程 其实在这里面 咱们也能看得着的 只不过这数据包 确实有点乱 因为我在这一刷新呢 其实这个网站啊 它好多地方都要发请求 这一个图 可能往后台又发了个请求 去单独要的 这个数据 介绍数据 可能又往后台 单独发了个请求 去要的 所以说 其实你刷新一个页面 其实这一个页面 发了好多请求 给它的后台 好吧 所以导致 其实有些数据包 看着就比较混乱 但是这个没关系啊 我们知道 能够抓到 三次握手 四次挥手的数据包 就可以了 而且能看到FIN包 是吧 这种ACK SYN包等等 就够了 好吧 行 这是三次握手 四次挥手的过程啊 然后通过抓包 我们来分析了一下啊 行 然后至于为什么 建立链接要三次握手啊 因为要双方确认 对吧 然后关闭时 为什么要四次挥手 四次挥手是因为什么 就是啊 在中间啊 你和我断开链接 你和服务端去断开链接 服务端给你回了一个确认啊 知道了 你要断开链接 但是服务端的数据还没有发完 所以说等服务端数据发完之后 再去单独发一个FIN包 然后你再给我回一个确认 就多了一次 什么呀 握手啊 就是什么 就是干嘛 就是啊 这个保证数据确实都已经发完了 对吧 啊 这是四次挥手 为什么多一次的原因啊 行 别的没有什么了啊 别的没有什么了 呃 UDP的抓包 咱们也可以看一看啊 UDP的抓包 呃 在这看吧 咱们看UDP的抓包啊 我在这开启抓包啊 继续不保存 然后我在这输一个NS 呃 lookup 查询这个 呦 lookup 查询DS啊 3w. 比如说by do.com吧 .com DNS的插群就是一个什么 呃 这个底层就用的是TC 就是UDP 啊 协议啊 行 哎 这个加了过滤了 把过滤去掉 重新抓一下啊 然后在这儿重新来一下啊 哎呦 真的是 挂了它重新打开一下 这个软件不是很稳呢 不是很稳定啊 重新打开一下啊 抓这个网站的数据包 抓这个网卡的数据包 然后重新的 NS lookup一下啊 好 然后停一下视频 啊 不是 停一下抓包啊 然后你会看到 你看 DNS插群 插群百度的 对吧 你看底层是什么 你点开这个 点开这个 然后你看下边 电影的数据包详情里面 你看 DOMAIN NAME SYSTEM 是不是就是一个DNS插群啊 你看它的上层是什么 啊 它的下 就是它的内层 用的是UDP 看到吗 UZER Datagram Protocol UDP协议 好吧 在这就能看到啊 然后目标端口 五三端口 可以吧 那 行 那关于这个TCP四次回首啊 我们就说这么多啊 停一下视频